今天我們想要來講解一下有關於JadaScript裡面的if 這個語句的用法 if是最基本的控制結構 基本上在早期的程式語言基本上就只有if和go2 這個if它的用法是像這樣說 如果某個條件成立就做裡面這件事 否則的話就做另外一件事 所以如果今天把score設成59 那我這邊判斷說ifscore大於等於60 然後就印出幾個 concel.log是印出幾個 否則就印出當調 這是一個學生通常都會面臨的狀況 那我們就來看看一下這個程式 照理講因為59 分數59 所以應該會印出幾個 那我們來試試看 那我現在就去編譯一下 不用編譯啦 其實JavaScript也直接執行就好 我就去執行一下我們的這個程式 那我把它弄小一點 Node 剛剛這個叫score if ok.js 點js打不打都無所謂 那這時候呢它印出的是當調 為什麼因為我們的分數是59 那59分的話就沒辦法幾個 因為它小了 沒有大於等60 可是如果今天我把分數改成90 ok 那我再執行一次 那你就會發現說 ok 它改印出幾個了 所以代表我們這個程式是有正常執行的 那我再把它改回來59 58號 那這時候呢它又當調 所以及格和當調 透過是不是代等60這個判斷 我們就可以寫一個程式來處理這樣的事情 只要用if else結構就可以了 那但是我們 if可以一直串接 那這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例子 那下面這個例子呢 是if的串接例子 在國外它們的分數不是打幾分幾分 0到100分 它們的分數是打abcd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來一個 怎麼樣子把國內的分數轉換成類似國外的等地 所以我們就先 某一個分數 然後我們用if來判斷 如果它大於等於90的話呢 那就算它是a 如果它大於等於82 其實l10 l10就是如果不是大於等於90 那應該就是小於90 那小於90之後又大於等於80 那就是在80跟90之間 那就degree等b 那在l10又 它已經又不是大於等於80 那應該就是79以下 那79以下 如果它又是大於等於70 那就是c 那如果真的連70都沒有呢 那就l10 就degree等於d ok 所以最後我們印出它的degree到底是多少 那我們這裡就用node 這個名字叫做scoredegree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77呢 它的分數值77是在這一區的 所以它最後呢 degree是c 那這是node javascript裡面的一個 一個 簡單的串接譯範例 ok 有了這些之後呢 其實我們就可以來寫 更結構化的東西喔 因為如果你的程式 都只能夠反覆的修改參數 然後去做達成你要的事情的話 那每次都要重新 那這很麻煩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這樣剛剛那種if結構之類的東西 可以把它包成一個稱為函數的東西 那這個函數呢 像這裡 這個 函數前面要加function 那這個是函數名稱 現在這個max是函數名稱 那後面括號裡面這個叫做參數 那 現在有兩個參數 一個是a 一個是b 那如果a大ab的話呢 我就return a 就是傳回a else 我就return b 就傳回b 那這有什麼用呢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用這個東西 假設我今天想取 某兩個數字裡面比較大的字 那我就寫max 就是這個max max3 5 那這時候呢 他就會去執行這個函數 執行了 他發現a就是3 a就是3 b就是5 ok 那如果3大於5 就return a return 3 否則就return 5 那問題是3有大於5嗎 ok 3沒有大於5 所以他不會執行這個 他會執行else 於是呢 他return的是b 也就是5 ok 那所以這個m呢 就會被設定成5 所以最後max3 5 印出來的結果 就是5 所以他這一個函數 永遠會印出兩個數字裡面 比較大的那個 那我們來試試看 執行一下 node max 好 你可以看到max3 5 那 如果我今天換過來 會不會對呢 比如說我max 9 5 那這時候 他出現的結果會是什麼呢 這裡 印出來的地方也要改成95 不然那個會怪怪的 max 95 ok 就是9 ok 所以 你可以看到他 永遠都是 執行 傳回結果是正確的 因為不管你是前面大還是後面大 他最後都會把大的傳回來 那這就是 一個 衣服的用法 那如果我們今天再更進一步 來 使用這個衣服 和向後迴圈來整合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得到一些更複雜一點的函數 舉個例子我們可以寫一個程式來判斷直數 叫做is' 那它有一個參數n 這就是要被判斷的那個數 那這一個函數呢 那如果n是直數的話我們就要傳回true 就是真的它是直數 如果n不是直數我們就傳回false 不臨時false 就代表它不是直數 那這個程式怎麼寫呢 一個數字如果是直數的話 代表說 它除了1和它自己以外 沒有其他因數 那什麼叫因數呢 因數就是可以把它整除的那個數字 那我們要檢查一個數字是不是直數 我們可以從2開始一直數 數到n-1比它小的那個數字為直 然後呢看看是不是這些比它小的數字 都沒有辦法把它整除 那這個persand的意思就是取餘數 所以如果n對i取餘數是0的話 那就代表找到一個可以把它除淨的數 那這樣子的話它就不可能是直數 所以如果一直都沒有發生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沒有任何的數可以把它整除 那最後就會跑到這裡來 跑到這裡來的時候 那它就是一個 會傳回它是直數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 執行一下來檢查 檢查看看 譬如說33是不是直數 那17是不是直數 那最後我們就從1到100裡面把所有的直數都印出來 那只要透過這個意思比方案就可以做完了 那我們就執行一次這一個直數的程式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執行結果呢 後面是有印出1到100裡面的直數 1它也把它認成直數 1到底是不是直數 這我也不知道 要看數學定義 那2是直數 3、5一直到97 97是100底下的最後一個直數 那我們可以看到is'33呢 它是傳回false 因為33等於11乘以3 所以它不是直數 那17呢它是傳回true 17是直數沒有錯 OK 那所以我們今天看到了if的用法 大概 在JavaSuite裡面 if的用法 跟C元 C++ C Sharp Java 都很像 那 只是它不需要先告心態而已 那這就是 if的用法